自从路客来台人数减少 国内观光大受冲击 让许多旅行社和饭店业者都哀声连连 因此为了开创出一条活路 深刻一家国际连锁饭店 就推出了博弈娱乐厅 仿造国外赌城 不论是筹码、赌桌、赌具都精心打造 提供德州扑克、百家乐等游戏 虽然无法兑换现金 但可以累积点数换取奖品 让民众来住宿 也能够当个赌神过过瘾 穿着正式服装 核官熟练的将牌发出 这可不是在澳门 而是在台湾 新北市深刻一家知名连锁饭店 为了在不景气的观光市场中 开创一条活路 推出了主题游戏娱乐厅 仿造国外赌城专业的博弈桌台 让每个上桌玩牌的客人 都能享受到宛如深在拉斯维加斯 或澳门的feu 以这个德州扑克啊 然后21点 当然我们有百家乐跟塞宝 那我们也是引进了国内 目前最大的这个俄罗斯轮盘 对这个都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这是在国外才 在国外的赌场呢 才会有这样的设备 但是在我们饭店呢 今天一次都可以全部都玩到 这里和国外赌场最大的不同 就是只能纯娱乐 入住的房客都能够获得免费筹码 在开放的时段 就能够到娱乐厅游玩 提供了最常见的德州扑克 决战21点 百家乐 赛宝等四种博弈游戏 顾客赢得的筹码虽然不能换成现金 但可以依照兑换点数换取不同的奖品 而饭店也会不定期举办相关的博弈比赛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创新的附属娱乐项目 提高饭店的住房率 而对于年底尾牙商机更是野心勃勃 透过这样的娱乐厅拉抬 然后能够结合商圈的这样资源 我们希望这样的住房专业能够提升 将近到两成以上的业绩 因为到目前为止 国内的旅行社 还有一些国外的团体 还有一些公司尾牙春酒 这样的都在询问 而且询问度非常的高 所以相对我想我们推出 今年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样的主题 对于国内的最近接下来要面临到的 尾牙的这个市场 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饭店表示娱乐厅里的工作人员 大多是与国内大专院校产学合作 并且邀请了学校讲师进驻指导 借此培训核观和服务人才 目前已经陆续开放 让团体住客和部分房客体验 就民众表示 在不牵扯到金钱的情况下 能够来玩一玩 动动脑的感觉很不错 让住宿饭店更增添了趣味性 也可以训练大家数学啊什么的 然后重点是他不是赌博 他是大家可以训练一些机制 然后不错的场所 为了吸引民众入住 过去许多饭店 推出亲子住房主题等不同的噱头 而这一股娱乐豪赌的主题新创风 或许将再次抓住民众藏心的胃口 来住房也来当个赌神过瘾一下 记者杨帮小厨房起生坑采访报道